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进行以福所书的第十六讲 讲了四个月 我们在这里是以福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四节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纲 就是我们要来讲的就是属灵战争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属灵战争的生活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节语的这个部分 那属灵战争的能力是记载在六章十节 属灵战争的敌人是六章十一到十三节 然后属灵战争的这个军装 我们会来介绍这个军装 十四节到二十节 节语的部分是在二十一到二十四 他也介绍说在带这个信件的人 这个推积鼓 然后最后就是祝福的话 好,我们先来看第十节 那今天经文比较多 我们可能得讲快一点 六章十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当希腊文执意就是讲说 最后要在主里得到刚强 也就是在他的大能中得着力量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当中来看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还有末了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保罗在这里就是来到他 这封信的结尾 对着神的全家 他就是呼吁说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做这个 要来当基督的进兵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场征战 然后就是撒旦的大军 就是要来妨碍阻挡基督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 当我们这个人会妨碍到 撒旦的工作的时候 撒旦 我们就是成为撒旦的眼中兵 所以撒旦要除之而后快 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说 我们现在 我们的人赖小组 在阳弟兄家 我们在进行幸福小组的培训 我们这个礼拜六 就是在过六天 我们就是正式要开始的 那我们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撒旦是很难过的 会很不舒服 所以撒旦想要 会想要来破坏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当基督的精兵 我们就是要抵挡这个撒旦的攻击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 那弟兄姐妹你们 假如没有办法实际来参与 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一个就是 你可以开口去邀请你的朋友跟亲人 来到这个幸福小组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呢 你可以做的就是 为着幸福小组祷告 为着阳弟兄的家开放来祷告 为着我们有很多的同工 弟兄姐妹来祷告 还包括为着我们 新来的神学生 他要来带领这个幸福小组 来祷告 那这个就是 其实是保罗在这里 也是在交代这些基督徒 你们要做一个精兵 注意 魔鬼不会浪费火力去攻击 虚有其表的基督徒 魔鬼喜欢攻击谁 魔鬼喜欢攻击那些 很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 所以可是 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 有时候有人讲说 那魔鬼不喜欢这种 太积极的基督徒 不喜欢基督的精兵的话 那我怎么样 我避免攻击 我就不要当基督的精兵就好了 可是我们真正要当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遵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 包括这个大使命 包括要叫我们守的诫命 包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要过去关心这个最微小的人 就是我们行在这些最微小的人身上 就是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去做关怀 当我们去做探访 当我们去跟木道友熟悉 我们去传福音 或是我们去邀请他们来信服小主 这个会引起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 属灵的征战 就是魔鬼会想要攻击我们 可是我们应该要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们不要害怕这样的攻击 当我们察觉到魔鬼在攻击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点 我们应该要感到欣慰的 就是我做的事情 魔鬼觉得怎么样 魔鬼觉得我不是须有其表 我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魔鬼想要来攻击我 那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能够请弟兄姐妹一起来为我守望 为我祷告 然后就是来抵挡这个魔鬼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怎么教导 保罗透过这封书信 教导以福所的信徒 怎么去跟魔鬼征战 然后在这里讲 保罗讲到说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执意是说你们要被强化 什么叫做被强化 强化就是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练武功 然后变成武林的最强的剑客 不是被强化是怎么样 这是被动的 意思就是人没有办法自己刚强起来 要借助外力 谁可以来强化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所信靠的天父 能够来强化我们 所以说 所以说 保罗在这里不是讲说要靠着主 要靠着主 靠着主的确可以刚强 然后保罗在后面更深的意思是说要怎么样 要在主理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到说 耶稣基督说我是什么 我是葡萄树 然后你们是谁 是枝子 枝子要连在葡萄树 才能够才能够发挥他的作用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需要在主理 我们才能够做刚强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在讲到说 在主理刚强 在主理刚强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说 要穿戴神所示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那西大文直译是说 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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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update 那我们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军装 这个军装就是说 他说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 我们到时候会一个一个介绍 就是说要用什么 用 生理的腰带 东义的护心镜 救恩的头盔 信德的藤牌 平安的邪 还有圣灵的宝剑 神的道 来 来 来就是保护自己 来跟魔鬼 来征战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就是要穿戴 神所示的全副的军装 我们刚才有看到说 保罗说你们要刚强 你们要在主理刚强 他的第二个命令是说怎么样 我们要有属神的这个军装 我们要穿戴神所示的全副的军装 那信徒要穿着全副的军装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神所示的 所以你不要想到说 我穿的军装 我穿的军装是什么 我挂了什么 一串那个蒜头 对不对 然后什么桃花剑 这些东西不是神所示的 那现在保罗教导我们的是 神所示的全副军装 所以我们要 要抵挡魔鬼的计谋 我们要怎么样 要这个装备要齐全 所以你不能去 讲讲说你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要 就是加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预防这个COVID 然后我们就想说 比如说我们有听到一些偏方 比如说什么热柠檬 咸柠檬 还是什么有姜 有蒜头 什么的 那这些东西当然也都很好 可是就是重点在于说 你真正的 你的免疫系统 要能够强健 那免疫系统强健 它有不同的地方要去注意 你要减少压力 你要有充分的睡眠 你要有均衡的营养 你还有适当的运动 你来强化你的免疫系统 那我们现在就是神所示的 我们要穿戴神所示的全副军装 所以这件事情包括怎么样 我们要穿戴 我们要主动的去穿戴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呢 我们要认清楚神所示的军装 是哪些东西 我们要认清楚 那神示给我们 我们要把它穿上才有用 不然他示给我们 没有穿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所示的军装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把它穿上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 魔鬼他会出镜 祭魔他要来影响我们 所以他可能会让我们沮丧 挫折混乱 或者是道理错谬 就举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要透过幸福消除 要来传福音 然后结果呢 可能第一个礼拜 结果小猫两三只 或者是说 我们邀请了 邀请半天就人没有来 或者是说邀请了 人家答应说要来 结果当天又没有来 或者是当天真的很想要来 然后那个best 就是我们邀请的人 开车开到一半 就是有车祸 或者说有阻挡 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然后就没有办法来了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能够预备 知道说可能会发生 类似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可能 就是假如不晓得 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们可能 我们这些去邀请 慕道友的人 我们就会觉得沮丧 然后我们那些 用很多精神准备的 要来带领的 带领幸福小组的 这个弟兄姐妹 就会觉得怎么样 会觉得挫折 那可是我们只要想清楚说 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谁做的 我们就是为着耶稣基督 为着神在做 不是为我们自己做 所以我们要放心的 把这个结果交给神 我们只要努力去做就好了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用去计较 这个成果怎么样 我们只要是要用心 我们用我们的时间 用我们的精神 我们努力的去做 然后结果怎么样 就是圣灵的动工 那假如有属灵的搅牢 我们就是穿上我们全副的 神所式的全副军装来对抗 那我们在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打倒这个魔鬼 然后我们能够在属灵上面 征战得胜 我们可以看到说 神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喜乐 那接下来保罗讲到说 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轨迹 那接下来我们会提到说 我们要用什么武器 用什么装备 那这个就是给人 神示给人 让我们有办法去面对魔鬼的轨迹 然后我们能够站立在 魔鬼的轨迹前面 所以这个站立是 我们这一节经文的这个keyboard 所以说 在这里有宽作魔鬼鬼计的字眼 在一部所说四章十四节也曾出现过 那就是 意思它就是脚快的谋略 那我们就知道说 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魔鬼 然后他是很奸诈很狡猾的 所以我们这些有经验的基督徒战士 就是要了解到说魔鬼其实是轨迹多端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十二节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和合本 因我们并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些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公属灵气的魔鬼征战 就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练功 然后变得很强 因为我们假如靠自己练功变得很强 我们的针对的对象其实是 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或是另外一群的 可是我们现在征战的对象是谁 征战的对象是魔鬼 所以你自己去什么练功去强化 没有用的 我们要的是要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那我们才能够跟这个在天空掌权的 这个魔鬼来征战 那夏文直译说 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于血肉之躯征战 而是于统治者掌权者 这黑暗的宇宙掌权者 天界邪恶的属灵生物来征战 所以这个我们要认清的 那我们来看看说 我们不是于血气的征战 还有就是说什么是天空属灵的恶魔 那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个 我们所面对敌人的一个特性 那保罗是希望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能够知道自己的危险的一个处境 那我们的困难是超过一般的作战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说举个例子讲 其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做过宣教 就是短宣的经验 那我曾经有带队出去短宣 然后之前也听到其他的人 就是有短宣队出去 比如说像说他们到台湾去短宣的时候 然后你知道台湾 台湾有很多什么 很多的庙 那其实台湾乡下 其实大家就是民众聚集的地方 就是庙前的这个广场 然后这些短宣队 他们就是到庙前的广场去传福音 就是去唱诗歌 去跟他讲这些圣经故事 结果很多的这个 我们就是说短宣队的队员 通常都是还蛮年轻的 结果就是去一次 然后怎么样 然后下午晚上回来 然后就怎么样 就生病了 就生病了 那其实就是 真的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 其实又数定征战 他们在做魔鬼不喜欢的事情 然后魔鬼攻击他们 那可是是一定会生病吗 其实不见得 其实假如说 在出去到 你到魔鬼的地盘之前 你就好好的 做洁净自己 然后认罪悔改 然后做祷告 然后彼此互相的带导 就是守望 就是你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 就是魔鬼就不容易 让这些短宣队的成员 就是生病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就是在做宣教 就在训练短宣队的人 我们通常都会帮他们上课 然后就告诉他们说 一开始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预备 再一次的提醒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基督徒的这些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所以我们不是跟人对抗 我们是跟这个邪灵 跟魔鬼 所以我们不能靠着血气去对抗 魔鬼当然会利用人 接着人来阻挡我们 比如说我们举例讲 我们刚才讲的短宣队 到这个庙前的广场 然后可能就有人过来讲说 你们来这里不可以 你们没有申请 你们没有权利用这个地方 你们离开 所以魔鬼也有可能利用人 来阻挡神的工作 这个也是可能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说 他所有的伎俩不止于此 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甚至可以讲说是 超乎人的范围 就是一些超自然的 就是属灵的攻击 那我们要去注意到 还有就是说 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两个 很爱主的弟兄姐妹 就是你们两夫妇怎么样 就很容易吵架 你就很莫名其妙的 以前我们不常吵架 可是我们这一段时间 我们很认真的要传福音 结果我们在吵架 那真的是要 自己要有警觉性 这个就是魔鬼的攻击 所以夫妻就是要一起 静下心来 一起祷告 然后 就是求圣灵的保守 然后守望 然后知道说 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计 那 我们刚才讲过 基督徒不能因为怕魔鬼攻击 然后就不传福音 然后基督徒也不可以因为怕魔鬼 然后就是每天都很紧张 哇 就是害怕魔鬼会攻击 其实要知道说神的军装是给我们 我们基督徒一切的需要 保罗说可以让你站立的住 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站立的住 那保罗在这里提到 这些堕落的天使 他形容这些堕落的天使 是执政的是掌权的 他 目前的世界是暂时有这个 魔鬼在控制 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 那 弟兄姐妹 我们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知识 来分辨这些事例 可是我们要 要慢慢去认识 我们要怎么去认识 我们就是要透过读圣经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以福所书 我们也知道 对魔鬼有一些认识 那我们在看 圣经的其他的书选的时候 也可以让我们 对魔鬼更深的认识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13节 13节保罗说 所以 所以要怎么样 要拿起神所示的全副军状 为什么呢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 我们任何一个 就是完真的的基督徒 任何一个完真的 不是须有其表的基督徒 要有心理准备 要有心理准备 魔鬼攻击你是早晚的事 那我们怎么办呢 保罗说 所以要拿起神所示的全副军状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哪里呢 在磨难的日子来抵挡 抵挡仇敌 因此请拿起神的全副军状 以便您能够在邪恶的日子里 抵抗并完成一切 站起来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完成什么 完成一切 完成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 传福音的使命 我们要能够站立的住 我们不要说 哇一下子有魔鬼的攻击 啊好了 算了我就 我就不要来做幸福小组好了 不按我惹的魔鬼攻击 我成为他的眼中钉这样子 那保罗讲到说 要拿起神所示的全副的军状 那我们要明白 属灵的仇敌 就是魔鬼 他的兵力 他的计谋 是多么可怕 所以我们要拿起这个军状 那我们再一次的讲到说 站立的住 就是等于是在 和河本里面的这个抵挡 这是一再的在我们的经文当中重复 那在这一节当中 用到这个字是 跟这个 跟这个什么 antistentine 这个 我们知道说英文的anti 它就是说对抗的意思 所以就是在 在讲到说能够抵挡 抵挡 那就是 当我们跟极强的对手 对立或是交手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去抵挡他 那就像雅各书四章七节 跟彼得前书五章九节 来讲到的 都是在讲到这个 属灵征战的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保罗讲到说 好在磨难的日子 来抵挡仇敌 那 保罗讲这句话 其实是说 当我们能够穿了 全副的军装的时候 我们不管在 遭受多大的苦难 遭受魔鬼 多大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怎么样 我们有能力去抵挡 保罗讲到的是 我们能够勇猛的战争到底 能够来完成 神所交代我们所有的使命 所以保罗在这里 第一句话是要鼓励基督徒 要让他们要警醒 警惕 然后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 他们会遭遇到极大的危险 可是呢 最后会得胜 只要我们穿着神所示的军装 那第二句话是应用在我们 基督徒一生当中 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苦难 危险 可以确定是什么 神的能力是会得胜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 我们不要低估魔鬼的能力 他们是很有能力 他们会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要穿属灵 神所示的这个全副军装 可是我们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要认清楚的是 魔鬼的能力在大 他没有办法跟神同等 不要说要超过神 他们连跟神同等都没有办法 所以当我们穿着神所示的 全副军装的时候 我们不会怎么样 我们不会失败 我们不会被他击倒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说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折胸 所以真理的什么 带子束腰 公义当作护心镜 来遮胸 那直译说 所以站着用真理束腰 带上公义的护心镜 那我们先来看 用真理做带子束腰 我们知道魔鬼有一个特性 他就是爱撒谎 我们从 从 亚当夏娃跟 我们看到圣经好像是夏娃 跟跟撒旦在对话 看到那个对话 我们就知道说 就是 撒旦其实就是说谎的 他说谎的技巧很高 你不会一开始就知道他说谎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夏娃跟撒旦讲说 神说什么 临终的果子都可以吃 唯独 这个分别三二 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然后 然后撒旦怎么说呢 撒旦说 撒旦说 神启示说 神灵中的果子都 不可以吃嘛 所以 他会 会把它模糊的 然后你 你就 就不清楚了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说要怎么样 用 真理当做带子 来束腰 所以用真理 就来 抵挡魔鬼的说谎 所以 当我们的生活 是真理所掌控的 我们就可以打败 这个魔鬼撒旦 然后 我们要记得 腰带会把盔甲的各个部分 把它连接到一起 所以 真理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一个 整合的力量 所以 我们讲到说 这个腰带很重要 所以 保罗第一个就提到这个腰带 我们用这个腰带 束腰 你可以想象 其实 你看那个武侠片 或者是看那个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的 那种 那种 骑士 那个剑客 他们的剑配在哪里 也是配在腰间 也是透过这个腰带 所以这个腰带很重要 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 那 这个就是 我们 面对 撒旦攻击的 第一个防护的 一个武器 所以 我们要 常常把神的真理 放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要去思想神的经理 神的真理 当我们不能行出道 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神的道 那 当一个谎言进入到 信徒的生命当中 一切就变得岌岌可危 举例子来讲说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很热门的 就是这个 多胎法案 联邦有 有这个搏刺 然后 撒旦就会讲到说 其实啊 没有关系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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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精卵 那个胚胎发育 他还 假如还没有心跳 就不算是生命 你就是 就是 不高兴 或者是怎么样子 有什么状况 你就多胎 这是你的权利 魔鬼可能就会这样讲 可是 真理告诉我们说怎么样 凡是生命 就是神所示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怎么样 神的形象跟样式 所以当我们用神的形象跟样式 所造的每一个生命 我们是不是要尊重他 所以这个就是 当撒旦的谎言进到 信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 很多东西会变得很模糊 我们 没有办法有黑白之分 我们就讲到说 啊 这个要看形形啊 这个要看形形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 啊 有的 有的教派 怎么样 丰目 这些 同性恋者 我们就讲到说 啊 周边这个些 同性恋者 他还是很爱主的啊 他 他是 之所以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基因遗传的关系啊 那个错不在他啊 啊 就是有类似 有这样子的 我们会听到有一些 好像似是而非的 这些谎言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哈 那没有关系啊 啊 我们就去接受什么 啊 我们的这么进步价值啊 啊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啊 我们要啊 就是 啊 白不十发啊 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啊 那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可是 我们更要尊重谁 尊重我们的神 神的话语 是超过一切的 那 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 来做我们 来判定 啊 对 这些世上的 啊 事情的一个准则 好 那我们讲到说啊 在军人啊 就是很重要的 是腰带很重要 你看这些军人 全部都有腰带 我们 保罗说 我们要怎么样 用真理来束腰 那接着保罗讲到说 用公义来当作 护心镜 这遮凶 那我们现代人 可能很难想象 那个什么叫做 护心镜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 说这个护心镜 就是什么 防弹背心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那 就是 保罗讲到说 其实要穿戴的是 公义当作护心镜 也是以赛亚书 59章17节 对天上战事的描述 在这里 还有包括 哥林多后书6章7节 人意的兵器在左在右 就是告诉说 神所归于我们的 使我们得称为义 能够用这个公义 来保护我们 就是这个其实 就是神给我们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护心镜长什么样的时候 这个 古代的护心镜 就是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 这个等于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类似 防弹背心 你那个 敌人用剑 刀 来砍 砍你的胸部 你不会 你不会受伤 你可能会震伤 可是你不会受伤 然后他用枪来刺你 可能也刺不透 这个就是护心镜 那 接下来 保罗讲到说什么 要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并用和平福音的预备 穿上的脚 我们看一下 保罗讲到的这个 这个鞋 我觉得说 他应该指的是军靴 那 士兵的装备总是会包括这个军靴 那一般的平民 他是不会去穿军靴 那军靴有什么作用 军靴可以保护 这个士兵的脚 能够预寒 然后其他的损伤 所以军靴本身就是 可能有很厚的 底下有很厚的橡皮 你甚至走在 或许你甚至踏到钉子上 或是在锅里上 你可能都不会受伤 那 这里讲到说什么 我们这个军靴是什么 是福音的鞋子 来抵御事件的伤害 所以保罗是告诉说 我们是什么 平安的福音 什么叫做平安的福音呢 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 我们需要福音是因为 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平安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 是因为当亚当夏娃 背逆神之后 他们就是什么 跟神隔绝了 所以他们本来是跟神 在伊甸园里面 就还可以见面讲话 都很高兴 可是后来他们犯罪之后 背逆神之后 他们怎么样躲起来 躲着神 然后后来神也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那这里面就有分隔 这个隔阂 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 不再有和平 有平安了 那现在什么叫做平安的福音 平安的福音就是 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与神和好 然后让我们良心得平安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是透过什么 透过耶稣基督的保血 透过神所预备的救恩 只要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的保血 能够让我们再次的怎么样 跟神和好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 平安的福音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福音 福音它的果效 就是会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跟神和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 我们希望我们所关心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跟我们一样 也能够跟神和好 当你跟神和好之后 你比较能够去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 然后你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走冤枉路 你会走神要你走的路 神要你做的事情 那一切就是在神的掌握当中 那你行在神的道路当中 你就不会偏左 不会偏右 然后就是一切能够有神的指引 那你就反正你的一生 就是合乎神的指引来行 那这个就是和平的福音 来做这个靴子 军靴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十六节 十六节讲到说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那我们就是来看看说 除了所有这些 你还拿起了信仰的盾牌 你可以用它来熄灭邪恶的 所有燃烧的箭 那这个就是保罗讲到说你要拿什么 做信德当做藤牌 藤牌长什么样子 这里讲到 讲到说罗马人的盾牌 是怎么样 他可以遮盖大部分的身体 我们平常拿的盾牌就怎么样 就这么大 就是你右手拿箭 左手就是拿一个盾牌这样打 可是罗马人的盾牌是长形的 是很长的 所以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说 希大原文的这个在Rails 他是从这个Sairah 这个门自来的 所以意思是这个藤牌 看起来就像一个门 那么大 你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藤牌 他们藤牌 就是说这个盾牌 是长形的盾牌 这个盾牌不是只阻挡 他们还可以 你看一个小队可以坐起来 为什么有挡在前面 有挡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是对方是怎么样 弓箭是这样射 那个射不是直接对着你射 他是往什么 往上射 然后掉下来 就像现在乌二战争 你知道他们打坦克怎么样 那个打上去 无人机就从上面打下来了 可是你平常那个什么 榴弹炮还是什么 他们就是要打上去 然后打下来 为什么 坦克的那个上面是怎么样 最脆弱的 就是 对 所以你打旁边 打坦克就是要打上面 或者要打那个履带 那你看看团队 就可以 前面也挡 然后上面也挡 就不会被建设到了 所以保罗讲到说 拿着信徒当藤牌 可以怎么样 可以 可以阻挡那二者一切 灭尽 二者一切的火箭 好 那我们来讲到火箭 我们讲到 那 这里保罗讲到说 灭尽 灭尽其实可以翻 但议程这个 这个挡开 比较 比较正确 可是灭尽 可能可以 比较表达 保罗的意思 保罗好像是在讲说 魔鬼的剑 不但尖锐 可怕的是 剑头上有火 所以要知道 弟兄姐妹要知道说 这个火箭是什么 这个火箭 不是我们现在的火箭 是怎么样 是剑上有火的 我们刚才讲到说 他对上 这边射 然后 射下来 那 保罗 我们和尔本翻译说 是藤牌 你想说 藤牌怎么 挡得了火箭 这个 剑上有火 是不是藤牌 藤是植物 是不是就会烧起来 其实不会 因为保罗讲的 他们可能当初 在希腊那边的 这个 希腊罗马的 他们有的那种藤牌 其实他们那个藤牌 也经过加工的 他们上面有一层 一层那种 那种涂料 算是一种油 可是那个是 没有办法燃烧的 然后不但防水 又没有办法燃烧 所以是这样子的 一个心情 那就可以阻挡 灭尽 一切的这个火箭 OK 那这个是保罗讲的 我们知道说火箭是 有带着火的箭 像中国的那种火箭 就是他就是前面 有弄一个 这样说 比如说像说棉布 然后他沾了这个油 然后在这个箭头上面 绑着 然后点火 然后这样射 这个就是火箭 那保罗接着讲到说 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就是 还有呢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那 执意说戴上救恩的头盔 和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我们看到说戴上救恩的头盔 那保罗所用的动词 就是在形容救恩是神赐予的 然后他同时又暗示说救恩是对人的一个供应 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救恩的头盔 跟救徒的其他的这个军装一样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说神所示的 我们要好好的掌握住 我们要把它穿戴上来 那灵魂能不能得救 不是到末日才揭晓 我们当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马上有把握说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得拯救 在末日 在神审判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可以通过审判 我们可以站立的住 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同在乐园 回到天家当中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当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属神的 就像我们以夫所述前面讲到说 好像印的什么 seal 英文那个seal就是印记 就像我讲过 像那个牧场的牛上面 牛屁股被印的一个印记 或是马的屁股被印的印记 是属于这个农场 属于这个主人的 我们被印的什么 圣灵的印记 所以我们是属什么 属耶稣基督 我们属神的 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带走 所以我们知道说 我们最后的去处 就是回到天家 跟神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救恩的头盔 我们不需要等到末日 才知道我们是否得救 我们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们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就得救 所以这个就是头盔 救恩的头盔 然后呢 保罗说要怎么样 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雍姐妹 你看看 你从腰带 护心镜 然后呢 军靴 还有什么 头盔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防御性的 信德的藤牌 都是防御性的 可是最后这件武器是怎么样 剑 剑是什么 剑当然人家攻击你的时候 你还可以挡 对不对 没错 可是剑不是只有挡 剑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攻击 还可以攻击 所以说 神所赐给我们 唯一的攻击的武器是什么 是圣灵的宝剑 然后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在圣经上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讲到说 他说 神的话好像是什么 就是两刃的利剑 然后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刺穿 进到我们的骨髓 所以说 他可以穿透人心 好像铁柱的剑 可以刺入人的身体一样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 有时候我们听讲到 我们听到 有某个牧师 很好的信息 或者我们听讲到 甚至我们在上佐治学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样 我们讲说扎心 扎心 扎心就是怎么样 你真的对神的话语有感 有感动 神的话语 告诉你说 我需要做一些改变 我好像我这样子 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我要怎么样 我要 我要改变 所以我要听到 我要存到 我要行到 我要去做到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神给我们圣灵的宝剑 我们要好好的去运用 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复习 其实 你到时候反正 我们这些讲义都会上传到 这个我们的网页上面 所以你到时候可以仔细的去看 那我们 我们讲到说 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什么 真理的腰带 公义的 护心镜 所以你看 你看到真理的腰带的时候 你可以去查雅各书 四章 那个部分 四章三节 那公义的护心镜 这个经文 有讲到说 神会建成我们的心 我们的认罪悔改 然后就经文 参考的经文在哪里 然后救恩的头盔 就讲到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 讲到说 我们接受救恩 就是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的 然后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拥有永生 那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这一些经文 你有机会能够去把它查出来 然后去把它读一读 这个就是神所赐给我们 全副的君状 好 那接下来呢 保罗在讲到说 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刚才讲到说 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 我们要牢记神的话 然后保罗接下来 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这个是一个 所以 弟兄姐妹 你假如现在还没有 就是固定的去参加 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牧师鼓励你 应该要来参加 你假如真的很忙 或者说你平常比较早睡 我是希望说你可能星期三的时候 可以 可以 你那天可以晚一点起床 然后 然后你可以晚一点睡 或者是 就是 白天能够睡饱一点 能够来参加祷告会 那再不然呢 最低最低的要求是 一个月 你能够挑一个 礼拜三就来参加祷告 为我们 教会来守望 保罗也是在这里 告诉基督徒们说 你们要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 那我们当然是 我们有个人 祷告的时间 我们有两三个 弟兄姐妹 一起祷告的时间 我们有一起 群体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全 全 教会 全 整个中文堂的 弟兄姐妹 一起来祷告 那我们可能也有 其他的小组的祷告 我们可能 我们要来带幸福小组 我们也要一个 核心的一个 幸福小组的 同工的一个祷告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保罗讲到说 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的 祷告祈求 我们祷告要靠着圣灵 就是我们被圣灵感动 让圣灵来带领 我们不是说 我们祷告要什么 要赞美 感恩 然后要祈求 然后就是有 好像有一个公式 那我们尽量的 能够祷告 能够完整 当然是最好 可是我们不要怎么样 我们不是死鸡英贝 我们祷告不是讲出一些很华丽的话 然后就是听起来很舒服 我们祷告其实应该 我觉得说祷告就像 我们跟我们的父亲讲话 我们在讲 那我们跟父亲 那我们跟父亲讲话 也不要整天只会跟父亲要东西而已 应该要能够跟父亲讲说 你什么事情 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 然后我从这里 从你的话语当中 我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我知道说 我要听你的话 来照着你的话来做 然后我什么地方 我要感谢你的 那我有什么需要 你能够帮助我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就是不断的求问 不断的寻求 不断的扣门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心 我们在做 我们一方面在祷告 我们一方面也寻求神 寻求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大使命 能够做到 能够把福音传出去 那保罗接着下来讲说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在此警醒不倦 那基督徒很重要的 就是要以祷告为生活习惯 然后我们能够不断的祷告 我们就不断的警醒 弟兄姐妹 就是你想象 你假如没事 你就在祷告的话 你有没有可能走岔路 我举个例子 我们常常调侃那个大卫王 我说大卫 大卫在下午睡醒之后 散步的时候 他假如边散步边祷告 你说他看到八四八在洗澡的时候 他会看第二眼吗 不会 所以你假如没事都在祷告的时候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跟神不断的连接 那你既然 你在跟你的天父说话 然后你有可能去做什么事情 去违反他的心意吗 我觉得很难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不断的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在开车 你在一边祷告 然后突然有一个冒失鬼 然后切到你前面来 你很生气 对不对 可是你前一秒还在跟神祷告 对不对 你有可能 祷告停下来 然后去骂那个人 然后 我觉得也很难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不断的祷告的时候 怎么样 警醒不倦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我想说 我们当然很难做到随时随地在祷告 可是我们假如能够做到的话 很容易符合神的心意 应该是一个诀窍 然后我们要为什么 为众生徒祈求 所以我们祷告不是自私的子 为自己求 我们还要为什么 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求 我们还要为我们的亲人朋友求 我们甚至要为陌生人求 甚至还要什么 为敌人求 可是保罗在这里 他针对的是基督徒 他告诉他们 你要为众生徒求 你要为众生徒求 那我们讲到说主导文是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 是说当我在做祷告的时候 我是在这个大家庭中 我是为我们整体 比如说我们现在十几个人 在这里来参加主日学 我求的是为我们参加主日学的 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求 所以保罗其实都 他告诉以赌所人来用祷告 来拖住他的事工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也要时常 时常为着Past Andy祷告 时常为着陈牧师祷告 时常为着我们今天 那个Pastor Nat 要来我们中文堂讲道 也要为他来祷告 我们甚至也要为我们 这个七八九月三个月 在我们教会实习的 这个李海涛 这个神学生来祷告 我们用祷告来拖住 他们来做神的这个工作 那十九节就说 保罗讲到说 你们要为我祈求 是我得着口才 OK 弟兄姐妹 保罗其实应该有不错的口才 可是他还是祈求 祈求他能够怎么样 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弟兄姐妹 你们在这里能够实行的 就是什么 为着陈牧师祈求 让他有好的口才 能够讲清楚神的道理 所以说 这个是保罗的吩咐 也为我祈求 你们也为我祈求 那保罗是在监狱写这封信 保罗并没有告诉他 你们求神 让我早早出狱 让我得释放 他祈求 希望信徒带求 是得到口才 可以把福音讲清楚 可以传福音 这个是他真正想要的 所以弟兄姐妹 为着我们幸福小组的小组长 他要来讲信息 为着我们幸福小组的这些成员 他们要来讲见证 求神开他们的口 他们所讲的话 真的能够进入到这个 木道友的心里面去 他们能够听得进去 听得明白 能够接收这个福音 那我们接下来看20节 20节讲到 我们就特别看这个 丹兰讲论的这个部分 另外带着锁链的死者 因为保罗 保罗是被吓在监牢里面 可是他讲说 他自己是带锁链的死者 他不是说 我是带着锁链的小鳖山 我是一个死者 我是谁的死者 我是神的死者 平常一个死者 皇帝派的死者 就不得了了 我们古代或者古代的 那个什么玉石 钦差大人这样子 可是保罗是谁 保罗是神差派的 所以我是死者 虽然我是带着锁链 可是我还是死者 所以我有怎么样 尊严重要性 我是代表谁 万王之王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也是死者 我们是福音的死者 我们是神交代我们 是耶稣基督交代我们 要去传福音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去 积极的去传福音 那接下来呢 保罗讲到说 要让我能够放胆的 这个讲论 那我们常常就害怕 有时候是害怕 说我们讲不好 那我们 能够为众生主祷告 为我们这些 要传福音的人祷告 能够有适当的话语 来开启对方的心门 那接下来呢 保罗用两节的地方 就是介绍 他的兄弟 推基谷 所以我们特别看到 推基谷 推基谷是 哥罗西书的送信人 菲利门书 也是他负责 那这个时候就是 以夫所书 也是他来 那我们对这个推基谷 是在保罗第三次 传道旅行结束的时候 然后他是亚西亚教会的代表 那详细的部分 你可以再去看讲义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推基谷 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二十二节 他就是说 他打发推基谷到你们那里去 是要让你们能够知道 我们的光景 然后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那 弟兄姐妹 保罗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单独战斗 他是有跟其他的信徒 还有跟他的同工来作战 一起作战 所以他拆派了推基谷 去跟以夫所教会的人 讲到说 你们不要灰心 我拆派这个人去鼓励你们 他也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 那再来呢 就是祝福的话 愿平安仁爱信心 就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 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个问安跟祝福 平安仁爱喜乐信心 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中的三大特使跟福气 希望读者可以得到 平安就是跟神和好 然后呢 然后还有仁爱跟信心 仁爱跟信心 爱心是出乎信心 没有信心跟基督联合 爱心就没有办法挣扎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之间有爱 能够彼此相爱 也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 那最后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 我们要讲到说 就是这个祝福 愿所有诚心爱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所以诚心是在讲到说 心地的一个纯洁 没有腐败 那保罗祝福说 我们这些爱主的人都能够蒙到恩惠 以赴索教会的人 你们是爱主的基督徒 你们也会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 那我们请文章老帮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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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